剛剛有發現一個小錯誤 就是第一季到第四季 剛剛這個地方應該不是平均是總季 那怎麼樣修正 第一個一樣要把一到四季全選 按SHIP鍵 然後把一到三月的地方 看資料先delete掉 或者是你不delete直接蓋過也可以 然後我們一樣選擇自動加總 不用再選平均的 應該直接加總就可以了 他會自動幫我把上面的資料加總下來 OK就改完這樣OK了 因為我剛剛回頭看了一下那個題目 因為有的時候 你做的時候可能好像做蠻順的 大家回頭一比較可能驗證一下 發現好像有地方做的跟題目要求不一樣的時候 那你就要記得把它修正 如果這樣修正 理論上我覺得要考不過也很困難 因為理論上你都已經每個地方都巨細迷移了 而且他的題目你也看懂也照著做了 理論上應該 而且 基本上不太會有問題啦 我覺得以前去考試同學來看 通過的機會其實還蠻大的 好像沒有什麼意外才對啦 OK好 而且你們是選那個第一個Label 第一個Label其實說真的還真的不算太困難 所以如果你假如覺得說希望能夠挑戰一下的話 甚至可以報那個Label 2 因為我們上課只有上到1、2、3類 其實題目有到第4跟第5 後面其實也有提供給你們第4、第5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能夠把第4、第5類 所以能夠把它再做看看 發現也沒那麼困難 所以你可以直接報第2個Label 這樣考一次試之間就可以拿到比較高的Label 當然是更好啦 OK 只是說挑戰性比較高 他考的5題就5類 那就一個小時 等於是難度又會比那個第1級還來的更高吧 因為3題做40分鐘 跟5題做一個小時 那當然難度應該是比較高 而且第4跟第5類的題目又更困難一點 也就越後面的題目理論上應該越來越困難 好 那最後我們把那個第4點 那個合併會算把它Ending 其實應該時間差不多了 然後他說 要從那個第1季到第4季合併到1到12個月 因為如果像剛剛提到的 我們可能以前做法 可能就Ctrl-C,Ctrl-V,Ctrl-C,Ctrl-V 那當然未來 如果假設你的資料要合併的東西越多的話 那也很麻煩 而且如果前面的資料變動 那你又要重新再合併一次 又要Ctrl-C,Ctrl-V,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他這邊的話 有提到幾點 第1個的話 他說要建立自動更新功能 那什麼叫自動更新 也就是說前面的資料有變動的時候 後面的資料也會要跟著變動 那如果你假設是Ctrl-C,Ctrl-V的話 那沒辦法 因為你貼上去 實際上就是貼你現在的狀態 可是如果前面的變動 那你沒辦法 你便要重貼了 OK 那再來的話 標籤名稱 來自於最左跟頂端 OK 那 欄位名字 好 那 再來的話 最後刪除B B欄 然後 欄寬設定為11.25 再來的話 合併會算 資料 合併會算 這功能 找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去選取什麼 選取你要合併的幾個來源 有四個嘛 變成你要先選取那四個 讓他知道 那範圍在哪裡呢 範圍就是第一季 題目好像有提到 第一季的哪個範圍 A1到G11 所以A1在哪 A1切過來 然後 等 這個先等一下 應該等 那 你會發現 他會出現他的工作表名稱加金炭號 OK 然後呢 A1到G11 OK 到這個範圍 選起來 然後 接下來請你按新增 不過新增之前 他有說標籤來自什麼 頂端列 最左欄 那所謂的標籤指的就是欄位名稱 上面欄位名稱跟左邊欄位名稱 OK 然後要不要建立來源資料的連結 那所謂的資料連結就是 你是要直接複製過來呢 還是你要用連動的 所謂連動就是說前面變跟後面 當然題目要求是要連動 所以記得這也要打勾啦 反正這三個一定要說打勾就對了 那打勾完之後呢 也選取來源 然後按新增就可以了 好 第一季就有了 那再來的話 第二季怎麼選 一樣 你就再點第二季 你會發現上面也會變動 那變動的範圍 你會發現不用選了 因為他第一季幫你記下來 如果範圍都一樣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按下新增就可以了 第二季的A1到G11 沒錯 那再來一樣 點第三季 範圍一不一樣 一樣 所以呢 他會只改 那個工作表名稱 範圍沒改 按新增 第二 123 那再來一樣 第四季 那一樣再按新增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你參照到的位置的部分 他會出現一到四季 然後底下的話 有三個都要打勾 這三個都要打勾 按確定就可以了 他就會幫我們把四季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幫我們匯整在一起了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他就馬上呢 幫我們把 有沒有 1到12月份的資料 通通匯整過來之外 也把平均 合計 標準他 也全部都匯整 OK 所以我覺得 這功能其實 在這個地方 其實還算方便 但前提是 你資料可能不能太多 不然你要點很多 很多個月 或很多個週 好 那最後的話 他說要做什麼 最後把那個 B欄給刪除 然後設定欄寬 所以最後的話 選取B欄 按右鍵 刪除 最後再來就是把A到P欄 理論上這個範圍 我看應該這個範圍 對 A到P欄 欄寬 欄寬的話呢 選起來之後呢 按右鍵 然後欄寬點一下 設定什麼 11.25 好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那看起來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好處就是說 他這個 合併完之後 將來如果前面變動 後面也會跟著變動 我覺得這樣滿方便的 然後 等於是說 如果你將來 要合併 多個工作表 這個是一個選項 如果是 數量不多 我覺得 點一點點一點 好像也還好 可是如果未來 數量很多的工作表 那顯然可能未來 還是要寫一點程式 不過目前如果你假設 需求沒那麼大的話 其實這個就夠用了 OK 那最後一樣 題目要求就另存新檔 所以把它另存新檔 然後瀏覽的話呢 就把它存成 EXA02 把它儲存 OK 那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就完成 所以剛剛 一到四季 記得我剛剛有修正那個SUM這個地方 我是建議啦 你們做完之後 你假設說希望是全對的話 一定要回頭再看一下題目 OK 不見得我每個地方都一定對啦 我也不是神 可是我覺得 有一點是 我會回去 Check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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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Check一下 我覺得你如果 反覆Check都沒有問題的話 說真的你要不通過 那應該 也是 是不太容易的事啦 反正就是 盡量 我覺得這準備的比較充分 然後 可以把這個 當成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因為你會發現 那題目設計的 我覺得 倒也還蠻有水準的啦 坦白講 因為 你應該學的東西 其實裡面 他都有提到 像今天 講到的那個 篩選有沒有 還有什麼 教他分析篩選器啦 如果你不會說真的 你在 查詢資料上面 一定有問題 還有那個 設定格數號條件 那個實在是有點難 OK 但如果你也會的話 那表示說你將來 應該 在處理資料 更得心意 最後就是合併會算 可以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這個需求其實也蠻大 工作裡面我發現 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何把資料 快速的分割 還有一點 快速的合併 有沒有 像剛剛這個 合併 可是如果說 將來我希望把它分割 比如說我希望 把1到12月份的資料 把它個別再分出去 變12個工作表的話 那怎麼辦 有合併會算 那有沒有分割會算 好像沒有 如果假設你要把1到12月 再分割出去的話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只能夠鎖動 新的工作表 把這一塊 有沒有 複製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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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沒什麼效率 可是如果你會寫程式 這件事應該就會簡單一些些了 自動過去 執行一下就OK了 不過這個也是後面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或許你可以再思考看看 OK 那 請各位試著把那個206題 這一題試著把它ending一下 最後把它存檔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可能就是再來看那個 今天 因為204題比較難 所以我們大概就只能講個兩題 OK 所以下一次的話 看一下 進度原則上是208 210 然後 如果進度再快一點的話 就會做到302 那302的難度 就又跳一個級別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牽涉到有關那個 畫圖表的部分 OK 所以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這個資料我覺得 倒沒有困難 只是說我覺得 繪製圖表 要設定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而且難度又會 比較困難一些些 你看光題目 就又比較多 而且最後畫出來 它希望畫出7月跟8月的 那個體重的紀錄表 要把它呈現出來 OK 好 試試看好了